南无 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恩德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皆尊普贤大事之德 聚足菩萨无量恨愿 安住一切功德之法 由不实方行权方便 入佛法障就近彼岸 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除斗帅天 弘宣正法 舍笔天功 降神母胎 从右蟹身 现行七步 光明显耀 普照十方 无量佛度 六种正度 举身至称 物当于事 唯无上尊 诗犯奉事 天人归阳 好 请看这一段 好 这还是正信序的内容 前面介绍了余晖的大众 有僧文众 有菩萨众 同时也包括天龙 人道的众生 这里没有表达 在汉武两义都有了 也包含着这个余晖的大众 之地 说明净土法门 这个元色 九法界众生 上至像这个普贤文书这样的等觉菩萨 这些等觉菩萨也 也要嗜谢 宴佛求圣净土 下至余晖的涅滴凡夫 那么下面这一段就赞叹 余晖大众的得恨 能参与到这个无量受惠法会的 这些世众弟子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虽然视线的是僧文 但是他们却是菩萨的种姓 所以这个皆尊普贤大事之德 皆就是这些余晖大众 完全都是遵循做普贤大事的 这种德恨来修行的 那我们对普贤之德 要有一个讨论 什么叫普贤大事之德 从这个名称来说 这个谱就是德州杀戒 这个贤就是从英帝来说 是位极圣位 从有时候是佛后 谱贤来说是不舍英门为贤 清凉国师尤其对这个普贤的谱 有一个深入的讨论 因为普贤大事之德 他的心量特别广大 这广大是来自于他 一种三昧 华严经华严长子 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在七处九会当中 一些重要的法会 都是普贤菩萨做会主 比如第一会 就是普贤菩萨做会主的 他做会主就如一种三昧 就是一切祖佛 毗多扎那 葬身三昧 就是他能录到毗多扎那的 如来的葬身里面 那毗多扎那是法身 那就普贤菩萨 录法身三昧 所以他属修的德恨 也就是称法性 称法身而起的 那称法身而起 所以他的所有的形式 都有一个普的特点 比如他属求的目标为普 就是他上求一些 诸佛属正的一些种制 下化的对象也是很普 就是化 度化无尽的众生界 从他自正 自断的烦恼来看 无边的烦恼 一断一切断 从他修行的层面来看 六度万恨 无边的行海 都一一行词 从他的 从测证的理体来看 测法本源 俗起的大用来看 都能够 凡身一切妙用 所以他这个修行呢 就是 辨一切时空 而且念念元龙 无有穷尽 无有穷尽 所以这个种种的普遍的德恨 交相扶持 就成为普贤恨 这就是发大圣元教的菩提心了 愚会的大众都能 遵 遵行 普贤大事 这样的德能 那这个德能具体落实在他的恨愿上 就是十大愿望 那十大愿望是成就一些如来功德的 必具的行门 所以那个 这个 路不可思议解脱 境界 普贤恨愿品 那你路不可思议是属路的境界 能路的行词就是普贤十大愿望 所以这个普贤十大愿望 就含舍着菩萨道的无量的恨愿 也就是菩萨的无量的恨愿 高度的结晶 就是十大愿望 由十大愿望可以开显出无量的恨愿 那么这些余会的菩萨 就是安住一些功德之法 这个功就是面对自己自正的功夫 德就是教化众生的德能 这个法就是菩萨道的 必须遵循的这个法鬼 所以心安住在一切功德之法 也就是心很纯粹 举心动念行为造作 都是在住自立利他的菩萨 菩萨性 好 这是赞他愿会大众 自正的功德了 然后这些菩萨们 他们更有悲心度化众生 所以由不十方 这是指他的全德 由十德开显的全德 由就是游戏神通的意思 不也是行 由心十方 那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只要哪个世界的众生 有因缘 有能感之机 这些菩萨都以种种善巧方便 种种不同的身形 寓于教化 度脱 在这样教化众生的当中 行 全 方便 这个全和实 是相对待的一个概念 一般讲这个方便 是指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方法 这是根据相对于菩萨的根本质来说 那这个全方便属于方便质 通于全道之质的就叫方便 如果用现在话来说 实 实法为目的价值 全法为工具价值 那对于真实或者实际而说 你究竟只归的为真实 或者叫实相 暂时使用的为方便 所以这个方便有时候又成为善巧 善权 从华言所谈的摩和言 一称法才是实法 有一称法开出的身文原觉 还有菩萨 这属于三称为方便教 所以这个行全方便呢 是随众生不同的机缘 施舍种种不同的教法 所以菩萨度众生 如果没有全方便 是度不了众生的 释迦牟尼佛他在法华经说 主佛所说的就是称性宣说 摩和言一称法 但由于众生不能信解 所以就从一称法开出三称法 这叫由实实权 由一开三 最后根基慢慢调熟成功 就会三归一 就开全显实 所以这些施舍种种 全巧方便的目的 也就是令一切众生 入佛法障 这个入就是正入了 正到佛的法障 佛法障也就称为如来障了 如来障含奢测 入所世间和畜世间的一些功德 如佛法障也就是 一切佛菩萨教化众生的 终极目标 也就是称为一大事因缘 一定众生开示 悟如佛之之见 所以如佛法障也就是 如佛之见 那这样就就近彼岸 如佛法障 是要令众生安立在大乘的 涅槃 我们在烦恼生死当中 就为此案 不生不灭的涅槃城 就为彼岸 而且要就近圆满 大乘涅槃 藏了我尽 这个法身三德 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 这些菩萨度化众生的 终极目标 就是念一些众生 成就大乘的佛果 这种事情是非常神圣 也是非常艰巨的 也是一切菩萨 大菩提心的 自然的流露 那要度众生 必须要回到众生这里 所以这些菩萨就在 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不是在一个世界 十个世界 百千万亿世界 乃是在无量世界 去度无量的众生 那现成等觉 这个现 就是他通过自行化 他的菩萨道的修行 法尔自然的 断种种烦恼 得到了等觉位 这个等觉 就是一身补促了 那一身补促的菩萨 他转身就成佛 这时候他就法尔自然的 会有一个四线八项成道 下面就是谈八项成道的 种种种相状的 他在成道之前 自然的会住在斗率天 那斗率天是我们 欲界的第四重天 这是菩萨成佛之前 法尔自然的一个 升天的一种准备 那么为什么会在斗率天去呢 而不在刀率天 夜魔天 或者上面的踏坏之在天呢 这里说明这个 中道的道理 中道 这个斗率天正好就在 上面有三天 下面有三天的中间 而且福报 结始就是烦恼 也处在不厚不利的状态 从时间上来说 也不是太短 如果处在下界 生命时间短 等可能寿命未踪的时候 佛还没有出事 因为这个他事先八项之道 他还有一个 成前起后的使命 结许做上一尊佛 来以后再开下一尊佛 如果他生的天很高 生命很长 到时候寿还没有进 这个佛就过去了 就好像玄章大师 中途遇到一个 录定的比丘 结果出定之后 问他 你录定多长时间 他说 他从加塞佛开始就录定 录定干什么呢 等待释迦牟尼佛 来做佛 他来帮助 相助 然后玄章说 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 你看他又录定了 想等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 他还在那里录定 类似于他寿命长 佛已经过去了 所以 斗帅天的寿命 一定要 在上尊佛和下尊佛 这个中间 不长不短为好 那斗帅天的寿命 有多长呢 是有四千岁 他的四千岁 不是人间的时间概念 这个 我们人间四百年 相当于他一昼夜 所以你看 对斗帅天来说 我们寿命再长 也过也活不到他半天 所以这个人间 十四万四千年 才相当于他那个一年 所以斗帅天的四千岁 如果四千岁 他上升到斗帅内院 再要下来 到人间四千八向神道 那要经过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所以这个选择斗帅天 它也是无中妙用 行中道 那佛是 比如他出家 也是中叶 在中叶的时候出家 他悟到也是在中叶的时候悟到 所以他住的地方 也是上面有三重天 上面还有 这个 他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这些 行中道 得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就是 身斗帅天 在斗帅天 这一身补助菩萨 还是在弘宣正法 斗帅天又分内院和外院 那这个 一身补助菩萨是住在内院 所以那些都是 法生大事才能进得去的 外院才是 斗帅天的 享受五欲的天人 那都是凡夫了 那这个菩萨到斗帅天 他是富有使命的 富有使命的 他是等待机会 要到这个 人间 来视线八项成道的 所以下面就谈到第一项 露胎之项 这位菩萨在斗帅天 就要有 来观察人间的 四种情况 第一 观察时机 佛视线八项成道 他要在 人的寿命的几个节点上下来 比如 八万四千岁是个节点 七万岁是个节点 六万岁是个节点 四万岁是个节点 两万岁是个节点 再就是 人受百岁的 是个节点 那这个 如果以释迦摩尼佛 这一期的视线来看 他是在 斗帅天的院 称为 护明菩萨 但有的记载 又说他叫 善会菩萨 这个护明菩萨 他来这个世间 四千八项成道 观察时机 他有一个 因地 无量节的发愿 五百发愿 要在人寿百岁的时候 到娑婆世界 最痛苦 最烦恼的时候 视线的 所以观察这个时机 第二要观察土地 国土 就是他要视线的 这个地方是在哪个国 他一定要观察 是一个中心地带 而且这个国家 道德水平 经济水平 政治状况 都要良好 第三要观察种姓 他要降旦的 这个家族 一定是高贵的 或者婆罗门种姓 或者刹地利种姓 那这个 一般来说 在人寿比较 长的时候 大众都比较尊重 精神价值 那这时候会比较 看重婆罗门种姓 在人的寿命 比较低利的时候 他会比较注重权势 所以 投身在刹地利 国王的种姓家 可能更有 更有号召地 所以 释迦佛 他降旦就降旦在 刹地利种族 那这个 米勒菩萨 未来是在人寿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降旦作佛 他就是降旦在 婆罗门种族 这个他都是 应众生的看重程度 来实现的 而第四 就要观察 身处 身处就是 这个 这个 投胎的母亲 那这个 佛母呢 一定要福德 智慧 慈戒 亲近 各方面 要非常良好 那我们看 这次佛的佛母 就是摩耶夫人 叫摩赫摩耶 翻译中文叫 大患 的意思 这个 摩耶夫人 是 加比罗魏国 禁犯王的 夫人 他是 具足 一些女人的 良好的德性 这在 摩文教会 表现 他出生的 种族 高贵 他的长相 非常美丽 很贤惠 等等 在大乘佛法 我们来看 这完全 也是一个 视线 能够 做 佛母的人 那一定 不是一般人 一定是 菩萨 再来的 所以在 《华言经》 里面 我们看到 善财同志 参的 五十三参 就有 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 向善财同志 介绍 他成就的 解脱门 就是 成就菩萨 大愿 置患 解脱门 他做 一切佛的 母亲 是他因地 发的大愿 是从 他的智慧 所幻化 出来的一个境界 那摩耶夫人 不仅是 释迦摩尼佛 一佛的母亲 乃至于 玄节 千佛 她都是母亲 那她是大菩萨了 所以才会显现 露胎 进入她的胎内 她 这个 置幻三昧 就是 菩萨 到她腹部 她的腹部 没有放大 但是她能够 隆纳 宫殿 还有各种 他方世界的菩萨 天人 在她的腹部 做供养 等等 她都是 卢幻三昧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 露胎 这四线八项 成道 这八项 站在我们 人间的 常识来看 都是 很奇特 很不可思议 好像是 在讲神话 但是恰恰就是 八项成道 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深刻的 生命启示 这八项成道的 整个过程 就展开了佛教 非常深邃的内涵 和生命哲学的真谛 那这个 傅明菩萨 在斗塞内院 舍比天公 斗塞内院 很富足 很喜乐 她为什么要舍呢 舍那个天公的 美好的环境 到这个人间 着恶的地方来呢 那通过这个史 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菩萨 深切的慈悲心 经入三界 活宅 就是由他 多少的子女 在这受苦受难 他必须要过来 他不能在天公 享福 然后就降神母胎 降神母胎 这个神就成死 那这个 看释迦摩尼佛 胆生的过程 他可不是一般的 跟我们凡夫一样的 胆生 他是其中 六牙白相 从摩尼佛人的 幼蟹 进入母胎的 那我们想 这个 我们一般的凡夫 是什么情况 进入母胎的呢 是自己的神识 在中音生阶段 借助父母的 交合 经学的 这样的情形 而且是带着 淫欲心过来的 那这个菩萨过来 是不思正会正念 落于母胎 而且他这个 落母胎 就不是我们 落母胎的方式了 没有 染狱的心了 清净心念父母的 功德相续 落胎 好 这里 我们又要讨论 一个问题了 其实这位菩萨 可以 变化过来 但为什么 要受胎生呢 在我们 人间的八苦当中 其中就有一个 深苦 就是胎欲 就很痛苦 所以这个受胎生的原因 在涅槃经上 跟我们讲到 八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要视线 跟人同类 以便能 接引教化众生 就是 他的来历很清楚 是哪个家族的 子女 如果说 他不是哪个家族 忽然原来没有这个人 怎么 忽然出了这么一个人 那是个化人 化人 菩萨有这种能力 但是 人家的信誉度 就不够啊 就不知道 你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为了 接引教化众生 方便 视线太圣 第二是 为了寄生 人中尊贵之家 那按英国的法则 你能够 投身的国王之家 做太子 这说明你多生多劫 也属籍的功德 辅报 超胜 第三 你投身到国王家族 做王子 就以国王的力量 来扶持正法 第四 你是从小 从这个婴儿开始 你要经过这么一个成长的生命历程 也能够教化众生 孝敬父母 第五个原因 就是由于你身在国王的家族 可以吸灭世间人的轻慢之心 由于这位菩萨下来 他在八项里面一定要视线出家的 一定要视线苦恨的 但一般的人会对出家不理解的话 他会轻慢 如果这个菩萨他是王子出家 那他就不敢侵卖 而且会给他提供一个生命的思考 一般的人都追求国王的农药 那为什么他要出家 那就说明生命当中 还有一种比当国王更有价值的东西存在 他要提供一个这样的启示 第六是为了防止世间人 如果你是化身过来的话 他就有诽谤 诽谤的言语 没有来力 第七 尤其慈悲的 要为未来 灭毒之后的未来的众生 留下舍利 让未来众生见闻舍利 种下得度的因缘 那你有一个胎生的过程 那就有肉身吗 那就火土皮火化就有舍利吗 第八个原因 就是三世族佛都是世间胎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 好 降神母胎 而且出生 再看看第二项出生之项 是从右蟹而生 那这个情况就有点奇特了 那世间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都在产门里面倒悬出生 那这位希达多太子怎么出生的呢 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传记呀 摩耶夫人就是梦中 这个很清晰的感觉到 菩萨成六牙白相 进入他体内之后 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舒畅 心也变得更仁慈 而且呢 还显出种种的神妙神通 有些病人到他面前 他摸一摸 这个说一说 就能够病好 周边都是一片祥和 生机不补 那这个靖范王呢 看到这个他的夫人怀孕了 也非常的高兴 而且摩耶夫人 他就是从怀孕的那天开始 就跟靖范王有一个约定 都长期受八观摘戒 那是很注意这个胎教了 那到了怀胎十月 世线人法怀胎十月 就要回他的娘家天碧城去生产了 路过南平尼园 那那个花园非常的茂盛 就在摩耶夫人游览这个花园 在一棵非常高大的树木 叫无忧树 攀这个树的手枝 攀这个树枝的时候 就从右蟹 这个胆身 这一棵身旁边 这个刀地天王 四大天王都拿着 那个很细软的手巾来脱着 而且这个地面自然显现 两个浴池 一冷一热 那这个空中有九条龙 九龙涂水 沐浴太子 整个的天人在散花 奏响美妙的音乐 而且尤其奇特的是 这位太子一生下来 一托放在地上 他就可以东南西北各走七步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说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而且七步步步连花 这些 我想任何佛教都会看这些传记 好像是在看一个神话 站在一个世间的常识来看 觉得是神话 站在我们佛教的那种 佛法不可思议的立场来看 一切都是真实的 佛就不是一般人 现在是在讨论 有不有地外文明 有不有外星人 从这来看 释迦摩尼佛就是外星人 他从陡塞内院下来的 而且他事先八项成道 整个过程都是外星人 那是充满这个过程 连托他放在地上的 都是四天王 都是道理天人 以后回宫的开路的 都是天人开路 你就想想 我们看佛经 看这个过程 这个外星人 我们太熟悉了 我们常常照灭 所以我们展开的是个法界的文明 而不是局限的 是个地球的文明 在法界当中 你生命诞生的形式 就可以从右蝎产生了 而这个古老的 四伟图 就是印度的典籍 他讲是个种族 他也谈这个问题 这个普罗门 是从梵天的口诞生 叉地利是从右蝎产生 肺蛇是从梵天的脊部产生 那个詹头罗才是从产道产生 那你说一个至尊的佛陀 他不可能从污秽的地方产生 所以就从右蝎诞生 而现行七步也有他宗教的含义 这个六步代表六道 七步代表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这七步就代表 他来世间的目的 令一些众生超越六道轮回 这样一旦生 这位太子全身放至圣的光明 变造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普照十方 那这个佛光照的时候 就能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三恶道的众生接触这种光明 他就终止了三恶道的痛苦 地狱的众生接触到这种光明 他就随身因缘从地狱里面出来 所以普照十方 它是度化众生的神妙的作用都在里面 所以一针佛展身 这是整个法界的大事 无量无边的佛刹徒 就六种震动 六种震动 就是我们一看这也有点 如果我们这个地震 我们都很害怕 但这个佛展身的六种震动 那是非常吉祥的事情 一般讲六种震动 从它的形态来看 动的形态 有动 其 勇 从它发出的声音来看 有震 喉 吉 这六种 这六种再加上有上 中 下 三种表现形态 比如动 动是前后左右的摇摆为动 地面再摇摆为动 那有动 变动 等变动 起 变起 等变起 那就是十八项 六种震动十八项 还有种说六种震动 是指六个十节的震动而年 第一是佛露胎的时候震动 第二是佛出胎的时候震动 第三 佛成道的时候震动 第四是转法轮的时候震动 第五是魔王波寻 劝请佛将舍性命时震动 第六是露 波涅磐时震动 所以这里表现的就是出胎 六种震动 那为什么佛要在这个时辰 要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呢 这也有含义的 一切现象的描述 它都有法义在里面 首先通过这个震动 要让众生了解无常 一切法皆空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 认为大地是很稳固的 但是如果大地却是在震动的话 那无常的感觉马上就会油染而生 你看文川大地震 我们一看 整个地面离开口子 你就到地底下去了 然后这个地面一弄就复归如初了 这不等于深深陷到地狱里面吗 然后整个的山丘 完全是原来有山的都没有山了 等等它就无常啊 再就是从教化众生的功能来看 就好像你要使这件衣服染上颜料 先要把这个衣服料理干净 取出灰尘 佛教化众生 异父如是 要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见佛的神通之力 他的恭敬心才能生起来 恭敬心生起来 他心就比较柔软 要么他心很刚强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信 像生牛皮一样的 你就很难 这个法意 很难录心了 所以让他恭敬心起来 然后才说法 这是六种震动的这种含义 震动他这位太子就举身自称 自己称 这不是自我夸耀 而是诚实语了 物当在这个世间为无上尊 就是没有比我更有智慧 更有慈悲的 为一切人天作大导士 那这个语言也是普遍的传闻到三千大千世界了 就在这个出生的时候 刀底天王 大凡天王 以及他带了很多的天人都过来奉侍 就是供养 奉承 做侍者 所有的天人都过来散花供养 然后就 这里就是在那里七天 就 靖范王非常的欢喜 摆出了非常盛大的遗状队 天人在前面开路 虚空天女在散花 真是天人合一了 浩浩荡荡地回到了皇宫 回到皇宫七日之后 摩耶夫人就去世了 回到刀底天了 从这一看 摩耶夫人来到我们地球的使命 就是做佛母 做佛母这种事情完成了 她就回刀底天了 不会久待 然后就让她的妹妹 摩赫波士波迪 来抚养太子 那摩赫波士波迪呢 带着三十二个 是保母一样的 奶娘 一起精心地 呵护 抚养这位太子 那摩耶夫人在她一生当中 虽能到了天宫 还是跟 这位她的亲生的儿子 有来往 这来往 互动 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三处 第一是 这位太子出家 六年苦恨 这个恶得皮包受骨的时候 这个摩耶夫人从刀底天下来 看望她 慰问她 再就是 这位太子成佛之后 为了报答母亲之恩 生刀底天 为母说法 这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再就是佛灭渡的时候 这个 也有 禀告到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下来 做最后一次探望 甚至 这佛已经在经观里面 看到母亲来了 还坐起来 相见 说明他们 虽然形体上 各开了两个世界 但是 他们在精神抑郁方面 在 不可思议的本体方面 他们 都是 亲密相连 都是 佛菩萨的境界 只是 这些现象上的 则是视线 好 这是 出身之相 请看下面 经文 视线 视线 算计 文艺 视欲 博中 倒数 灌念 群集 由于后援 讲武 视 意 线 现处 宫中 奢依之间 见老病时 物事非常 弃国财位 入山学道 浮衬白马 宝观阴落 浅之令环 舍真妙衣 而着法福 剔除虚发 端坐树下 勤苦六年 行如属阴 好 看这个 第三就视线童子相 出生之后经过婴儿阶段进入童子 童子就七岁以前了 童子到了七岁 这个晋范王就开始要让他求学了 晋范王真的像掌上明珠一样的 克服着他唯一的太子 也是他未来的接班人 于是就得被丰厚的 这个仪礼去拜师 那当时就到处乌奢呀 要选最博学 最有学问 最有道德的人做太子的老师 终于到处选拔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 叫皮色密多 虽然在地球上是最有学问的 但跟这位太子相比 那也是天朗之比 因为这个太子是等觉菩萨再来 我们一般讲这个生儿之之 神童 他视线童子向视线去 只是视线而已 这些视线发现很有意思 说这位太子一去见到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一看到太子的样子 马上就觉得没有底气了 看到这个太子的威德 马上有惭愧心升起来了 虽然他坐在老师的位置上 有点不安 然后这位太子就拿着一本书 就问他的老师 说有六十五种书 不知道你用哪本书来教我 这六十五种书 这位老师听都没听过 这位太子什么都知道 然后这位老师跟他一谈 后一谈才发现自己的学问 远远不如这位要向他求学的老师 马上他当老师的那种傲慢 奉高心 马上就下来了 最后看到这个太子那么博学 说出了他很多不知道的学问 他向这位太子顶礼了 这样他来视线求学 那求学的范围呢 有算计 算计就是数学了 文意 这个文就是像诗歌呀 散文呢 这些属于文方面 义属于礼乐方面 色域属于军事 车马射箭方面 相当于中国讲的六亿 来学这些 而学这些 那是一学就通 都已经完全通达 而且伯中倒数 伯中倒数就是他那个民族的 那种婆罗门教授 神仙之学 他都一一的了解 惯念群集 惯就是通达群集 就是世俗的典集 也都通达 那这样看这位太子 就是百科全书师的学者 世间和处世间所有的学问 他都了解 好 下面就是纳七之相 晋范王呢 他看到太子的胆身 心很欢喜 但是内心也隐藏着一种 生气的忧患 当年太子降旦的第二天 就有一个在雪山修道的仙人 叫阿斯陀仙人 并没有请就自报家民 说要看太子 因为阿斯陀仙人 在整个的印度 知名度很高 具有五种神通 这个 虽然是修外道了 那阿斯陀仙人 为什么要过来呢 是他说 在雪山修道的时候 看天道虚空当中 有天人路过 说这个世间 要诞生 大圣人 所以寻作这样的信息 他知道 加毕罗为国晋范王 诞生的那个太子 所以希望 他要看一下这位太子 那这个金范王很高兴 这位就赶紧把这个太子 抱出来 很放着呢 那这位阿斯陀仙人 都是穿着虎皮的衣服 那种白胡子苍苍 那种一看老道人的样子 就合掌 凝视着这个婴儿 凝视的过程当中 就掉眼泪 这掉眼泪 进发王就很害怕 因为知道阿斯陀仙人 是很能像面的 看相很准的 看他掉眼泪 就害怕 是不是我太子 有些不吉祥啊 有什么凶哉啊 就急切地问这个仙人 这仙人告诉他 我不是为太子掉眼泪 我是为自己掉眼泪 他是看着这个太子 巨足三十二乡 八十岁信号 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相貌 所以他告诉 金帆王 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他在家 一定是转能生亡 如果出家 一定能成为佛陀 那这个金帆王的内心是 希望他成为转能生亡 不希望他出家 那阿斯陀仙人说 如果他能够感知到 生脑病的痛苦 他可能会出家 那这个阿斯陀仙人说 等到他成为佛陀 宣扬真理之光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所以我是为自己悲哀 为自己掉眼泪 这个金帆王一听就放心了 同时一个忧愁又上来了 如果他出家怎么办呢 所以他一直就是从小 就开始要防备 他的儿子出家 这个事情发生 防备儿子出家 那怎么办呢 他就营造一个非常快乐的情形 幸福 吉祥 快乐 没有任何忧愁 让他远离这个疾病 衰老和死亡的话题 而且把这三者 在他的生命当中 给他作为永恒的秘密 不让他知道 来预防他出家 那预防的最好的方法 还有什么呢 让他成家 结婚 享受五欲的快乐 所以等到这位太子 年纪长大的时候 这位禁犯王就开始 要为这个太子 务视对象了 当时通过调研 知道这个邻国 执障国王有一个女儿 龙茂超爵 就是耶稣陀罗 叫端言第一 所以禁犯王就派国师 前往执障王国 请求婚姻的事情 执障国王就回答 说我家的家法 历代相传的家法 是既能过人 以女妻之 就是一定要既然 超过一千人 才能够娶我的女儿 那既然超过一千人 那就要比武 你不比怎么知道 他超过一千人呢 所以就有这句话了 后援就是 加比罗维城 城外的一个市场 就是比武的地方 比武地方当时就召集 施加族的五百个贵族子弟 开始比武 五百十子前往 这禁犯王也是派 请白相去迎太子 这里面就开始 又出现了第二号人物了 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他也开始参与了 这个比武 提伯达多一看着这个白相过来 他表明他很有力量 那样子就把这个白相 搏击搏相把那个相给他打死 打死了就堵在路上 这个南陀呢也就过来 就用手把那个白相弄到路旁边去了 力量也比较大 你看印度那个相很大 上面放个东西就放一个像一个房子一样的 那这个体重非常大 等到这个太子过来 他就把这个白相一下子撑起来 往虚空一头之 约过了七重的城墙 到了城墙外面 而且城墙外面还落到个坑 叫象坑 说明他的力量最大 然后第二项就是 比剑那个射 射箭 射箭就一个铁骨 能不能射过去 那这个提包达多南陀他们也能射 但是距离都比较近 这个太子把他放在最远的地方 然后拿那个弓箭 一般的弓箭一拉就拉断了 所以就要把先王的弓箭抬出来 要好几个人抬 一般人都拉不动那个弓 这位太子轻轻的把那个弓一拉 先王之弓 一箭射过去 那个铁骨铁盾全都射穿 然后还射得很远 箭落地 还陷到地很深 成为箭井 这就是这个讲武 再就是角力相铺 就是车手工权的来 来波及 那各个都不是这位太子的对手 一上手就倒在地下了 好 这样呢 这通过一笔 这个太子 第一 那自然 美女就是英雄的礼品 就归这位太子所拥有 好 这样就献处宫中 这位晋饭王为了拴住这个太子的心 建了豪华的宫殿 有过冬的冬宫 冬天的宫殿 有夏天的宫殿 有春天的宫殿 三个季节 三季都有宫殿 然后各种玩具 奇华异巢 各种美女都冲筛 宫中 要让这个太子 享尽人间的武裕 也用这个把她的心拴住 这就是 尸位之间 尸就是女尸 位就是美位 就像奴家说的 隐尸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但这位太子 从他的本性来看 常常是陷入尘尸 好像对这些武裕的快乐 漫不经心 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 所以他常常就坐在树下 宁视着天空或者远山 所以这些都让 耶稣陀罗内心充满着忧愁 虽然他有美丽的王妃 但是他的心 似乎不在王妃心身上 一切美女 在这位太子的眼里 早就动策了他的本质 比如这些美女 给她跳舞 音乐 很疲劳的时候 就不是要睡吗 就是休息的时候 这位太子路过 看着这些宫女们 那种碎的那个样子 蓬头 垢面 流口水 他都感觉到 这整个的就是魂墓 这些都是尸体 他会做这么一些 生命的考量 所以他的内心 似乎 感觉到生命当中 一切都是没有意义 每天都是这么快乐的情景 每天都是音乐美酒 好像一天一天的 这么哭乏味的过去 就好像一个牢狱 这位太子 他就有牢狱感 就有自身在这个世间的 囚犯感 这位进犯王呢 也感觉到他这个太子 在宫中好像不开心 又在城外搞了一个 很好的花园 让他开心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就让这位太子春游 这一春游 这里就开始引出出家之相 这位进犯王是很注意这一点的 当这个太子要出游的时候 他下定所有沿途 都是打扫得干净 都是鲜花 音乐 美女 舞蹈 这个冲筛 不允许有任何的 病人 老人 出现在这个路边 一切都是欢乐的 幸福的场景 但是恰好就是 有故事 当这位太子 前面也有仪仗队开道 这个车逆 是他的车夫 驾着豪华的马车 出东门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老人 颤颤巍巍的 主作拐杖的 皮包绍骨的 两目无神的 流着口水的样子 这个老人是怎么出现的呢 是近居天人变化的一个老人 一般凡夫是进不了 把他的保卫范围的 还能进得去吗 这老人 是近居天人 而且近居天人很巧妙 只能让这位太子 和他的车夫看到 其他人还看不到 这位太子一看 从来没看到这个 说这是什么 他这个车逆呢 就好像也有一种 无形的力量控制他 他本来是不应该 告诉这个秘密的 但也情不自禁说 这是老人 这位太子老人怎么回事 我们是不是都会老 那这个车逆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 我们每个人都会度过 童年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的过程 这一说 这位太子 就游完的心 马上就没有了 说回去 打道回府 这是第一次 出游回来 这近饭王 听说碰到一个老人 很正路 怎么你们怎么搞的 不让出现老人 怎么还出现老人呢 第二次说 再去出游的时候 这里绝对严加防范 第二次就从南门走 就不走东门了 南门 中途碰到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也是近距天人变化的 这个病人 病得两眼发直 皮肤黄黄的 走一步 身影一步 挪不动的样子 而且脸上发高烧 潮红 红红的 一看就是 病得很厉害 这位太子一看 这是什么 他说 这游完讨人是病人 病是什么 我们会生病吗 他说都会生病 这位太子一看 也是马上信未索然回去 没有游完的心 第三次是从西门走 西门看到一个送账的队伍 在抬着一个死人 邦邦印 这个去涂皮的 那也一番对死亡的讨论 死亡是每一个人必经的归宿 这就是近居天人 所变化的这个衰老 疾病 死亡 这种人间的可厌之相 呈现在这个太子面前 这样这个太子回去就陷入了 更深刻的尘世了 他就更感觉到 世纪的这个脑病死 这种无常 一定要超越 当这个无常的衰老疾病 死亡不能超越的时候 一切武裕的享受 一切国王的龙华乎贵 都是毫无意义的 也就在这一刻 他似乎修道的心就更坚定了 更坚定了 他是第四次有一个姻缘 在太子出摆门的时候 见到一个沙门 这个沙门披着袈裟 很安详 很从容的 托舟波在那走着 这位太子一看 这个形容就赶紧下车就问 这个出家有什么利益 这位比丘就回答 处于空闲 就是处在空旷的地方 修习圣道 调伏六根 复念众生 不然世间永得解脱 这样这位太子一听 心生大欢喜呀 就觉得人天之中 为出家为上 我一定要走出家修学的道路 这也是进去天然变化出来 一个比丘的形象 所以这位太子回到皇宫 出家修道 心已经决定了 但是他还是遵守世间的法 要禀告父王 这也禀告父王 禁犯王一听如炸雷 这个一样 惊恐之急 那是绝对不同意的 不同意 但已经禀告了 他就要找合适的时机出家了 那禀犯王马上下定 这个市门 各有五百个士兵把守 不让任何人出去 尤其太子 气氛一下子陡然紧张起来 不让他出家 但是出家的姻缘到了 也不是什么人能挡得住的 这位太子 一定要弃国财位 他是富有天下的财 他是拥有转能圣王的位 当他知道了 这些武裕的享乐 就像被王属笼罩的情鸟一样 这个武裕就像冤贼一样 是圣可不畏的 这个武裕不仅没有一点乐 它的危害极大 就好像走在刀刃上 执着武裕就好像抱着一棵有毒的树 圣人了解武裕之苦 这个舍弃他就像剃脱一样 这位太子就有这么甚深的智慧的穿透力 对于人间一切武裕权势 把他的幻化之相 虚妄之相彻底的看清楚了 还能够系得住这个太子的心吗 所以他一定要走出家的道路 出家那就是天人也帮忙 有一天中夜的时候 这个叫敬会天人 就令这个守城门的人 宾是都昏睡 还有炎会天人呢 就在空中化成了宝露 于是这个太子让这个车匿把白马牵来 这个白马自然升到虚空 余城出家就要从城墙出去 那古代的城墙都是很高的 余城出家 这个四大天王奉承着白马的足 刀地天和大凡天开路 是这样出家的 所以你敬范王再有多少兵士 再天人来帮忙 你也没办法 这样这个马就在空中飞翔 然后在地面也非常快 马上就在天亮的时候 就已经走了二百四十里 六游旭 就来到了这个仙人苦行临终 所以你看出家学道 一定要到山里去 不像现在人想求学问 非得要到名牌大学 到大都市去 一切圣人追求真正的学问 回归自然 返谱归真 都山学道 这样就 他所出来的是 蹭着白马 然后到了苦行临 就坐下来 就把身上的宝观音乐 拖下来 交给车孽 那个车夫 让他把这些东西 交给他的父王 并且让他转告耶稣陀罗 人生世间 爱 逼 离别 经为断齿 故故 出家学道 这时候太子身上穿的 还是珍妙衣 就珍宝的衣服 叫茄舌爷衣 穿这个衣服 修道是不合适的 所以近居天 又变化成一个打猎的人 这打猎的猎师 身上就穿着袈裟 披着袈裟 就在太子面前 默然而立 这太子一看 这位披着袈裟的 就说 你身上穿的是 古佛的法服 你怎么穿在身上 这位猎师说 我打猎的时候 如果披上袈裟 打猎就很方便 那些鹿 兔子看到我 披着衣服就不跑 这位太子说 你这样 这个衣服是求解脱之服 你把它伤害众生不好 他说这样吧 我把我身上的衣服 跟你换一下 这位猎师也很高兴 就答应了 然后就舍真妙衣 把身上很 质地很好的衣服 就给那位猎师 猎师的袈裟就给他 他就着上了法服 袈裟 然后用金刀 自己把虚发 剔下来 发愿要断烦牢 这样就穿着袈裟 替上虚发 就像一个修道人样子 就进入苦心灵 去修道了 那修道就有个过程 他从苦心灵 学了一段时间 觉得还不就近 又到处参访一些 外道的仙人 都已经是能够得到 非想非非想定 但还是觉得不就近 最后就来到 倚连河的 茄爷山中 在那里做一个 重大的修行 就是修苦恨 这六年的苦恨 就结佳佛坐 在一棵树下 没有房子 没有任何遮盖 风雨交加 也不回避 也不起来金刑 身也不躺下来 夜不到单 春夏秋冬 就在那里端坐着 哪怕有种种的伟员 灾难 灾难 他也不躲避 哪怕举一只手 来 避障都没有 六根不乱 目不邪事 心不恐惧 这个六年苦恨 金心动仆 每天吃的是 一麻一脉 吃得很少 所以看六年苦恨 皮包受苦 在一切外道的修行当中 也推崇苦恨 但他们最多是三年 这位太子 却是住了六年的苦恨 在那个树上 有各种鸟 在结了窝 在上面 那在那里 生子 哺卢 那那个鸟 这个 有很多的粪便 都落在身上 这位太子 也不去清除 那这个苦恨 是一切世间人 一切外道人 都住不到的 唯有这个太子 能够住到 那种坚韧的意志力 那整个的 六年的苦恨过程 整个逐天 都过来 称阳赞叹 种种供养奉事 也就这个时候 摩耶夫人 曾经过来 慰问过 那是把生命 作为堵住的 所以他在那种 禅定当中 正如第四禅 就是通过苦恨 把世间的一切 那种欲望的心 给他 给他降服 那真是 行如属因 就是他这种修行 真是是一个 出家的 解脱的修行 不是做假招子 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这是用整个生命 实践一种解脱之道 也是为未来的 教化 杜脱那些外道的修行人 建立了一个基础 要么你一个太子出家 享尽龙法富贵 你就是马上成佛了 你去教化那些 外道的行人都很难 他会觉得你 你不怎么地 我能苦恨 但是太子视线 我的苦恨还比你多了一倍 你没有这样的过程 你降服不了那些外道 也通过六年的苦恨 知道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种种的障碍 种种的过程一定要经过 所以为未来由一称法开三称法 也有一个前提 失受外道 失受教内的众生 所以你看这个勤苦六年 一切众生 知道这位太子 这位菩萨的苦恨 都会发阿鲁多罗善明山菩提心 当我们看到 我们想想看到那些雕塑 那些绘画 那位太子皮包兽骨的禅定之相的时候 我们内心是有一种东西被感动了 被激发出来了 那经典说 一个女人能够闻信 听闻这个太子的苦恨 能够信仰恭敬 都能永远舍离女人之神 这就是行如属印 他的修行就是如他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身心俱出家 这就表明要成就阿鲁多罗善明山菩提 在这个五作恶事 你是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力 来完成这张神圣的使命 今天就讲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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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